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接地气的 与你产生距离 跟你没有太大关系 让你崇敬的那种感觉 我想这样照片拍的还是很有感觉 高水准的 其实水白就是跟你其实是不太接近的 除非你懂它 除非你了解它 除非你做了很多功课 你一定当时上手要捧起来的时候才有感觉 那这个感觉是你跟他有产生共鸣了 如果你没有跟他产生共鸣 你就远远看着他就好了 不要太接近他 OK 继续 因为我跟赵敬还蛮熟的 我刚才上次也说 因为赵敬的儿子跟我家女儿年龄相仿 还有另外一个赖比的兄弟 我们三家是经常在一起聚会的 最近哪也去不了 就喝茶 下午约茶 晚上吃饭 所以跟他蛮熟的 我觉得大家等疫情过后 能来天津的时候 欢迎来大家来天津 来我们这边坐坐接待 大家看看起我喝喝茶聊聊天 我们天津人还是蛮豁达 非常好客 赵敬虽然是孔毅人 但是他的爱人是天津人 所以我们都属于天津邦的人 那这件蒲上苍群堂 对 蒲上苍群堂 我现在老子可能老子有时怕说错话 蒲上苍群堂 他是简单龙原堂出来的 然后专攻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的器物 我上次讲过 那这件是他的旧茶 是个香薰 香薰一般都开窗 我觉得棱形的开窗是一般的 但他可贵的地方 他这个应该是三个棱形的开窗 加三个中间的这种小的 这是一项龙 这是应该是龙的一个开窗 就是他这种是镶线式的 就是他是先掏个这样的一个孔圆孔 然后把这个龙纹不管是印的方式 还是怎么叼的方式叼着把它镶线上去 然后再石油 开窗的地方就是正常 就是用手工的也刀切下去就好了 因为那一面我们一直没看到 或者我看到我忘了 蒲上苍群堂 我因为这件器物我从门去的 我没见过这人 赵敬康见过 我没有见过 我去的是个女士接待的 因为他的店很小 就在楼上 就一个很 可能像一个几十平米的一个房间吧 就展厅几平米房间 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说把图图打开 我要这件器物 没有我们早就没有了 早就卖掉了 因为他有很多这样的石器的西部 都陆续卖掉了 后来我就没了 我又再去的时候 我又再问他 我又没有类似的唐代的器物 给我看 他给我拿出两下来 我觉得有点差 可能那个时间段吧 因为蒲上苍先生 又在收集 又在做整理 又在做研究 但截图之后 可能他录出去就给客人了 ok 然后据说这件器物卖到了英国 然后有残 我就没有在追 我因为我身边有朋友说是可以追到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残的破损还蛮严重 价格越来越不便宜 但那个认识越低 我就没有介绍给我客人 所以就将来大家会见到 他既然是在整个流通环节里面 在转让环节里面 将来大家还能见到他 肯定能见到 大家记住这张图片 好 这是另外一件 就类似于刚才那件的那个样子 但是戴开装 戴中间那种香的花卉 在花卉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其实掏了个洞 然后把这个花卉的洞 先进去 然后整体试用 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是大的小学 就他体验在这么大的小学 对大香轩还是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级的 因为我对香轩啊 我一直很喜欢香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 因为我看的也多了一点吧 就是我对香轩的认知 包括我对他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他更有佛教系统在里面 而且他的 如果他大的香轩的时候 他给你那种体验感 包括给你那种状态特别好 其实这种香轩 我觉得古代时候肯定也带干 但是我也我也试烧过 因为我很喜欢就试烧 就是如果 就怎么用呢 因为他里面底下是整个底嘛 就打不开的嘛 就是我问过老师 严老师说 他是古代在香的时候 他就把那陈香做成条 就切成条 然后点子直接往里放好 然后上面配个盖子 然后香呢 就从那个开创的地方往外 就展示出来 后来我在做的时候 就是我里面把底下的底托 我给做个分离 然后放一个主台 其实也是可以晚上做一个小的 空间的茶室一个灯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就是他有 那个有那个公共性 就是我后来把它两个的话 一个可以点香另外可以做灯 但古代的话就完全是 我觉得是放香的 就往里填 然后烟就出来了 当然他有可能有一种说法是 比如说 古代汽油熏衣服 就是把它搭在上面 然后把衣服搭在轴边 把它放在中间 然后就像围绕出来 OK 这个那是专家学者研究的事 我就说 这件器物是给我的印象 极其深刻的 它跟刚才的龙管 其实 气氛上稍微有点不同 龙管那是整个上面的部分 它是往上调起来 要尖起来 这个呢就是 还是有点整个浑源下来的 因为所有的这种古代汽油 其实都手工拉平 每件都不一样 你不能强求这个气物完全一样 那是不可能 包括现在新烧也不能做到那么一样 这个不要强求 甚至他一些瑕疵啊 包括一些摇的颗粒啊 包括摇泡啊 这都太正常 这在古代汽油里面是太正常不过了 大家不要强求 ok 这是那件我没记错的话 是沙尼泊的吧 如果是沙尼泊那件瑞悠的香薰 瑞悠的香薰 就把刚才随白那个香薰那个花卉 集成下来了 但是呢他把那开窗给去掉 他没有做开窗啊 这个这个如果到绿油的状态 基本就到澡堂时期了 他是先速烧一个行 然后把那开窗做好 然后低温再烧一边绿油 出现这种状态 那这个还是 对 沙尼泊陕西历史博物啊 然后 这件其实蛮扎眼的 因为它是在一组的气味里 这个绿色的香薰 这个绿色的这个颜色还是蛮跳的 大家一看就看到了 而且保存还是蛮软整 就是 就摆在那组气味里 他可能跟随白 我记得都摆在一起 因为可能沙尼泊 其实场面比较多 他们喜欢这种花啊 整体组合认 但这个可以明确是唐代 他到他跟随代的 虽然气质上是一致的 气形上也延续下去 开窗方式不太一样 低温是流 这是另外一种香薰的风格 我还要超市一会儿啊 这是另外一件 也是在香港 这件器 我其实 我觉得它的体量很大 这是你们见过他们比较大体量的气 体量很大 也是开窗 也是大香薰 最近还是蛮萌的 对 这是另外一张图片 这段气质 现在蛮周折的 这段气质 其实 其实在香港后来 又可能在国内 现在就是北京的木木美术馆来收藏 这就拿到英国 英国当时候在他们这个行家 在做英国的新的空间开幕的时候 这件香薰拿到了英国 我记得当时做海报的时候 看到 我就印象极其深刻 因为那个年看到大的香薰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后来卖掉了 卖掉了 后来是说木木美术馆拿下来 将来 将还在北京木木美术馆还能看见这点香薰 恢复一下随代的一个历史 其实那个时间段在香港同时出现了三个香薰 同时出现 同一个时间段 就我跟我身边朋友我还建议 我说 哎呀 我说如果把这三件器物都买下来 那香薰这个题材是不是就不需要再收藏 因为它是一件随白 一件三彩 一件包拔玉 对 就是三彩讲过了 之前讲过了 随白就在第一次讲 就是这三件器物 刚好在一个时间段出现了 我就说 都是这个品类里面真的是一等一个器 都是香港或者拍卖会或者藏家 传承各方面品质 包括它的来源都很好 我当时有这个小的想法也提出过 当然也说没有达成 但刚才那件在北京幕幕美术馆 最终在幕幕美术馆那边将来会呈现 那这件三彩 当时讲过 在香港我大哥买下来 在加尔大拍卖 也很难得 那这件三彩很美 那这件 爆拔玉 爆拔玉 我其实我只是在一边先浅说两句 我当时看这件爆拔玉的香薰的石头的香薰的时候 其实我对它的感觉就是它与众不同 因为当时这个香港的大行家 因为我要学习爆拔石 他说我说你们这有没有爆拔石啊 他说有啊 然后给伙计叫上来说给马哥上爆拔石 然后摆了一桌 将来会讲到 我说看晕了 我这么多爆拔石 他说这样 他说就是我们家就系列收藏就这样 然后牛 然后摆在一起 但是我就是这个香薰在那一堆爆拔石的器物里面 就这么不一样 所以我就特意在他当时拍影像戏图 别的我都没拍 大家知道我是那主器我拍的 但单独拍的只有香薰 但我就说不上他到底是有什么区别 后来是最近最近最近 因为是我后来又买下来 我又找我老师我亲自抱着给我老师 我老师你一定给我说 我老师后来跟我讲清 哇我才明白 因为他是蛮特别 特别的可能 我老师最后临走时说这是管仓机 我觉得也是就是不管他是随白的香薰 还是三彩的香薰还是这种爆拔玉或者爆拔石的香薰 其实你给你的感觉从一是太稀少 稀少到了就是你将来不可能再得到另外一件 而且他是那个平均力绝对是高级的东西 你就觉得哎呀真是了不起 因缘巧合就是那时就如果我的决定是对的话 我还是觉得可以把这三件东西盖在一起满满足 但是可惜呀没有钱啊 我做一个很很惨淡的一个行家爱好 还是一个收藏爱好的之后就是囊中修饰 我只能建议但自己还真是做不到 还好还好这三件东西至少都上学过 都甚至买卖都有教育过 我觉得我很幸 我以为这方面我还是很想得开 我心里比较豁大 OK 就是同时期在香港同时促建了三个项目 也就是其实你可以看我问博老师 就是糖和水到底是什么区别 博老师说水带起舞两个字就是优雅 他说你记住这两个字几乎什么问题都可以由难而解 你如果掌握不了这个两个字 其实你就无法区分水和糖的感受 因为这两个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慢慢体会到了优雅 这两个字什么状态就在随外整个系统里面 在随带所有的气围里面都可以找到这样 这是上面的要求 这是上面皇家也好 这种震动对于艺术有高水准要求的人 对气围的要求就是优雅 这个优雅的样子太关键了 它呈现的一个气息就是这样 OK 再讲点 再加个15分钟 我们知道随大有大象对吧 你要对随白队友感触的时候有大象 上面带足灯的 它其实是个足台 它底下做了个大象 后来在香港做拍卖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拍的蛮贵的 再后来有瘦 后来瘦也卖的也蛮贵的 但那个身上的气质特别好 我就没有再提 大家对于随白 大家随便搜一个都能找那个去 其实卖的贵的 其实是这种雕塑键 雕塑键就卖的极贵 为什么 因为那确实是大事做的 那还真不是匠人参与的 匠人参与的 只能把这东西做的极其够标准 极其达到它的 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订单的派发者的要求 它会做到极致 然后它气质相同 但是雕塑键不一样 雕塑键在整个随白系统里面 还是应该是卖的 应该是最贵的 也应该是最贵的 因为这确实是当时候的艺术的溃锋 就是巅峰 这是一顿 一个是闭嘴的 一个是张嘴的 刚才我讲过那个就是尼武碑 其实你看这件器物 这一组器物的时候 这一对器物 可以你想到应用碑 应用碑也分这种温柔一点的 还有凶猛一点的 这个狮子也是凶猛一点的 温柔一点的 我感觉这种东西 这种器物 其实出来的时候 都是一对的生产 在制作过程中 可能他是正幕也好 还是当时想表达的一些感情也好 就在制作的时候 他当然肯定是随着主人在用 就是平时摆的殿堂 私庙或者是祖殿 两侧 他是一对的生产 大象也好 还是这种兽也好 还是怎么样 都是一对的生产 那随着历史的长河 讨喜 然后很多器物碎掉了 然后丢失了 两个剩一个 两个甚至一个不剩都可 那这件制作器物有性 非常有性的保存下来 后来从个香港行家 一件卖到了美国 一件卖到了曹幸成先生那边 我刚才找的曹幸成的照片 就是视频我没有找到 因为时间比较仓促 我得觉得他那件应该是 壁的还是张嘴的 我脑子有点记忆不清了 另外一件就是卖到了美国 拉里先生卖到了美国的博物馆 两个分开了本来是一对的 那一件到了美国 一个人带到长河先生那边 长河先生为了这件水白的狮子 还专门立了一个视频 他说我当初我拿的这件器物 这可能也不贵 我不太清楚当时多少天买的 他质疑过 他质疑的方式还是很简 就是他不太相信那是其中处 这么好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他会质疑 因为他是玩情统戏 玩高谷玉 玩很多器物 可能对水白可能 我觉得他并不是特别 特别开心 不是很理解 他可能在他家的房子好久 因为老的长家都是这样的 我看不懂事 我先放家再放一段时间 放一星期两天 我先天天看他 看看看就看懂了 我就后来长河先生看懂了 当然他可能也是没有很厉害的 一个行家 他也可能征求别人的意见 然后长河先生说OK 好的 我收下 那这件器物其实 长河先生这件事 我觉得是可以 将来可以转让 因为长河先生很多器物 包括鲁瑶的盘子 对吧 包括那个乐葱糖吧 就是我觉得他 他就喜欢 我就买了 但什么时候再放 他也 我觉得他也很随意人 因为我见了他本人 我觉得他是很开通人 他不是特别执着一个人 他在台北 台南 他自己有一个小的博馆 里面很多好的器物 恶于从命 我觉得这件器物将来还是可以出来 不管我忘了是张嘴还是闭嘴 就大家知道就好 这肯定是一顿 OK 那再出来那就不知道多少钱 我记得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我通过一个香港的行家 那只随白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我问过他说 超河先生有一件狮子随白的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谈 我说这个大科技什么价格 他用体系上谈 他说你没有1000万以上 你谈不了 超河先生闭嘴 OK 谢谢啊 那这件事拉里先生卖到了美国去 那咱就咱说这件闭嘴了 我那天视频我就想找 我刚才太匆忙没找到了 他说错了 OK 他 他现在因为经过随白多场次的一个拍卖 现在完全没有价格体系 无法顾价 无法顾价 如果将来有机会进拍卖公司的时候 我觉得是个几乎是可以天花顶的气 那几千万我觉得很轻松 很轻松 我记得当年马俊老师的画在香港邻家做展览的时候 然后邻家把几点碎白跟马俊老师的话摆在一起 那天鸭腊也去了 然后财文诚先生也去了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其实邻家问过财文诚先生的意见 那财文诚先生也没说拒绝 就说可以啊 他看你报价 或者说你看你又没有 我喜欢你的东西 他们到这个时候可能会学的 他是个交换上的东西 就是你有拿来更好的 那我可以跟你起步行销 或者是你出的家直接是能打动我 就是也是很 那天吃饭是长天一直在侃侃他 蛮有意思 就跟这些大的厂家去吃饭聊天 也是受益匪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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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